我们这次诗聊主要是介绍一个中国传统的药膳同源的食物 这叫艾草 我们呢让大家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 看看艾草如何进入到中国人的这个饮食当中 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当中 艾草既有它的药性也有它的食用性 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个药膳同理的一个应用吧 而艾草呢在我们中国也很有文化 这个是我们武器中的艾草具体是怎么应用 也让大家知道我们艾草在饮食当中怎么应用 在药物当中怎么应用 更有呢我们在针灸当中的灸也是由艾草制作的 比较药物当中的灸当中有可能 这就很靠近的画面